我第一次到美国就是到北京站 三十八年前 五十多年来呢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这么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这些人很好气色很好 当时就住在你们的房间 向你致敬 我们做出了中国人民永远灵机的事情 日本都是友好生者 做了很多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人民中间让我觉得踏实 同人民在一起让我有力量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这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我终身的信念 本集完 你怎么能够呆